听你刚才的描述你应该是抢过电话了对吧 对 你凭什么把人家电话抢过来去说 他是我的他那也是我的 男嘉宾在同年龄的男性当中算是有责任性的 算是够疼爱你的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可恰恰就是如此 你却更要去伤害他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幸运将变成你的不幸 我想跟男嘉宾说的是 表面上看来你是不幸的 因为你遇上了这样的一个有家庭经历的女孩子 因为你在她面前既要表现出如父如兄的爱 又要表现出像丈夫般的疼爱 而你毕竟只有25岁 你也不够成熟 但同时你又是幸运 因为这个女孩会终身置之相随 永远不离不及 不要看她现在正在伤害你 那是因为你是她最重要的东西 普通的爱情所能达到的是什么 只能够做到彼此是对方的唯一 而像你们这种爱情 不光要做到彼此是对方的唯一 还要做到对方是彼此的一切 这就难了 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 现在的爱情生活当中 很多人都认为茫茫人海当中 你是我选择的唯一 但你反问她 她是你生活当中的一切吗 做不到 还有父亲 父爱母爱同事等等等等 但对她不一样 她家里人都没了 她孤苦临天十三岁 就从读这个异校开始 就一直自理根治 她要么不相信一切人 要么就只相信一个人 那就是你 所以说你身上的担子非常重 你谈这个恋爱 比普通的男孩子谈恋爱 要付出的更多 所以说这是你的性和不性 但是我依然希望你们能够 彼此珍重 对方的性或者是不性 能够超出普通爱情的 彼此是对方的唯一 而能达到你们的 对方是彼此的一切 我知道以前是我做错了 我不应该动手打你 我希望我们的爱情 还会像以前一样 我可以去改 我希望愿意的去接受 如果可以我们结婚吧 我愿意 我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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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的 我愿意的 我也愿意的 好的 因为还是有些就是说 性格上面不合吧 这样子 我现在生活得挺好的 然后 他也没事会给我 发个信息什么的 比如说我过生儿啊 他都会主动给我发个信息 虽然说做不成年人 但还是朋友 我也会祝他幸福吧 找到他就是说 想要的那种女孩 然后幸福的过一辈子吧 现在但是不想谈感情 怎么说呢 只想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这样 然后我觉得工作挺让我开心的 然后在我没有 思想成熟的 最情感成熟的那一方面的时候 我是不会再听话